大家好,我是宣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三個字大放水 先談談港股的情況 今天港股反覆向好 高開後,早段跌過下 收低過26,500點 不期後,掉頭回升 下午,升幅再擴大一點 前日升160點,收26,664點 成交多了少少,823億 今天市造好,與地產股有很大關係 新世界升4% 至於龍頭的新地,有3%左右的進漲 加上,重磅股都有升幅 包括騰訊,雖然升0.7% 有幫助到1.8%的進漲 大眾的市,今天升回160點 講述整個市的情況 昨日節目提到,估計的市 較有機會向上多一點 挑戰100天線 100天線 大約27,000 結果,今年的市場再升 看看情況,會否進一步向上 再挑戰阻力 初步看,有可能原因 跟點題的三個字有關 大放水 大放水是甚麼意思呢? 一方面,就是美國方面的大放水 美國聯儲局 上星期五已經宣佈了 10月15日開始 會每個月花600億美元 購買美國國庫捐 無疑向市場注資 而且這個行動,初步計算 都會去到明年第二季 即市場時估計 整個行動大概會花5,400億美元 購買美國國庫捐 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 因而增加 聽起來 資深的股民都知道 其實跟當日的QE 實質上沒有甚麼分別 只不過當日說購買較長期的債券 現在購買短期的 硬硬說不是QE的意思 聯儲局方面的解釋 但其實實質上 已經是為了市場注入大量資金 此為大放水 美國大放水 資產市場通常都有利好表現 此所以 美股連升 最近持續反覆向好 昨天再升237點 當然 美股上升也有另一個因素支持 就是 昨天我看到了 要留意美國業績期已經殺到 結果昨天業績期之下 靚的就多於不靚的 包括靚的就是摩通 銀行股不錯 聯合健康又不錯 強生亦都表現不錯 成為美股上升的動力 當然高盛表現一般 股價就是回軟 總而言 美股上升 配合聯儲局 大放水 盡漲二百多點 這是第一個大放水 第二個大放水是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特首公布施政報告 其中市場人士最重要 最注視的 或者自己都認為是重中之重的 就是樓市的政策 樓市有增加供應 有刺激需求 兩個方面出來 當然他不是此需求 協助手指人士置業 總而言 其實就是大放水 大放水的意思是提高 即將按揭乘數放寬 從之前本來400萬以下 才可以做到九成按揭 去到800萬 至於600萬之下 才做到八成 現在去到1000萬 換言之 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量之前有能力供 但首期慢慢緊 未夠的 上不到車人 而隨著按揭放寬 即是大放水 透過按揭公司的保險方法 按揭方面大放水 令到人們首期可以 更加容易儲蓄到 足夠首期上車 換言之 對樓市以至地產股的 起碼氣氛有幫助 因為現在樓市 除了受到這個按揭乘數的影響 亦都受到香港政局 持續動蕩的影響 當然經濟畢竟 以至失業率上升 都是對樓市中長遠的發展 有益壓狀 但無論如何 今次特首 司令保護 在按揭方面大放水 肯定對地產股氣氛有幫助 事實上 出了新聞後 所以業主方面 疲遠了很久的業主 開始轉出強硬一點 起碼部分 封盆反價 加價 在這情況下 看到地產股 明顯 就彈升了 剛才提及了 新地 新世界 以至恆地 都會有至少接近3% 以至4%的升幅 大放水 有利恆生指數 再升多一點 但會否大升 初步看 可能去到100天線 可能都會受到制約 原因是 大放水的同時 技術上 都是有限制住 好像前面 都有一些不太一帆風順的感覺 首先 恆生指數 自己本身 其實都算不錯 今天突破了短期下降軌 看到了 穿了上去 但恆生指數突破之餘 你見到 國企以至上證指數 並未跟它一樣出現突破 首先國企 看到稍稍穿過下降軌 但穿完之後 就會落回來 就不能夠收於其上 跟恆生指數的走勢並不同步 顯示中資股走勢比較弱一點 上證更加是 這綠色箭咀指的是當日做出上升裂口 但隨著昨天至今日連續兩日回軟 今天再跌12點 連續兩日回軟後 已經補上升裂口 補上升裂口 補完之後 沒有反映 只是收市價仍然是偏低位收 其實是弱弱的表現 換言之 上證和國企指數 走勢和恆生指數不配合 這是第一個大家要注意 第二個要注意 今天很多重磅股 其實都是走勢 雖然有些進障 但尚未出現走勢突破 和地產股是不同的 地產股在這段時間 算是藍籌中的二、三線 這些藍籌中二、三線 大幅上升 推動市場 但重磅股和領先股 並未像地產股那樣表現強勁 看到友邦 今天有一升 但和下降軌的阻力 仍然有一段距離 騰訊也是 今天有進障 但仍然受制於下降軌 至於匯豐 在一百天線前仍然有些阻力 和地產股的走勢並不配合 換言之在恒生指數今天上升 上升和國企又不配合 不同的成分股 二、三線的地產股 成為火車頭 但重磅的匯豐 強勢的騰訊、郵邦 都不能像地產股那樣升 換言之 都不太配合在成分股之中 所以恒生指數 估計仍然有力 隨著剛才點提三分之下 大放水再升了一點 但去到一百天線左右 相信會遇到阻力 再大升空間 粗物體就不太大 整個關係的分析 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